如果你本身是銀卡會員的話 就算你搭經濟艙 你也可以進去貴賓室裡面休息 那如果你是金卡 或者是鑽石卡會員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多帶一至兩位 甚至連小朋友都可以一起進去 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呢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 國人最愛搭的長榮航空 跟他的無限萬理由的里程計畫 到底要怎樣才能夠加入會員 然後累計他們的會員資格 然後還有就是累計里程來兌換機票呢 我們今天這集節目都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先來聊聊長榮航空的四個會員等級 首先呢是一般人都可以參加的綠卡 然後再來是銀卡金卡跟鑽石卡 其實廠商推出這些會員等級呢 無非就是希望你就是認真努力的 買他們的機票使用他們的產品 這樣子的話呢他就可以賺很多錢 所以他這樣的會員系統 其實是為了讓更多的消費者去加入 並且使用他們的會員系統 你越長花錢買飛機票搭乘長榮航空的飛機 甚至呢買星空聯盟的飛機票 也都累積在長榮的會員裡面呢 只要有更多的飛行趟字 更多的飛行里程 那你就可以晉升更高等級的會員 然後享受更多的福利 長榮航空的里程呢有兩種 一個是獎勵里程 一個是卡級里程 那獎勵里程的意思呢 就是你用信用卡去刷出來的 那甚至呢你去住飯店啊 然後就是有配合合作的部分 那他可能也會給你就是幾十里幾百里的部分 這些呢就是所謂的獎勵里程 那另外一個卡級里程的部分呢 就是你要用鐵屁股搭出來的 比如說你要搭長榮航空 或是旅遊航空的國際營運的航班 那麼飛行的里程所累積的里程呢 就是所謂的卡級里程 最主要呢他就是可以晉升你的會員等級 或者是可以享有更多官方專屬的福利等等的 所以這就是獎勵里程跟卡級里程的差異 那我們來聊聊這個長榮航空的會員 他也跟我四個嘛 先聊聊綠卡 綠卡呢就是所有的人 只要你年滿兩歲你就可以加入喔 就是幫小朋友登記的話也可以 但是你必須是監務人這樣子 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只有綠卡會員而已啦 因為你要往後晉升呢 你真的要付出太多的這個成本呢 所以我一直都是綠卡會員 但是呢我累積的里程我還是可以換機票配出去 所以綠卡會員呢是人人都可以加入的 第二個等級呢是銀卡會員 這個銀卡會員要怎麼去加入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上的這個表格喔 基本上呢就是你在綠卡會級的12個月以內 想辦法去累積到3萬里的卡級里程 然後再加上四段國際航線的搭乘 這樣子呢你就可以晉升為銀卡會員 或者是你累積這個國際航段至少搭乘26次以上 那在一年之內喔你就可以晉升銀卡會員 看一看呢真的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耶 而這個卡級里程3萬里到底要怎麼累積呢 基本上呢它不是說你刷卡就有3萬里耶 那你這樣不是刷了個20元1里你就刷個60萬就有 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你要屁股搭出來 飛機的飛行里程數要怎麼算呢 其實你可以參考的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它所公佈的這個TPM 也就是Ticket Point Mileage 為兩點的之間的這個里程數的參考依據 很簡單的一個做法就是 你也可以在長榮航空的網頁上面 來做這個點對點的查詢喔 不論你是綠卡銀卡金卡鑽石卡 然後還有你搭的是經濟艙商務艙 或者是豪金艙 其實它馬上就幫你把里程算出來了 所以呢你要怎麼樣才能夠快速累積到3萬里 我已經幫大家查過 以台北飛巴黎的經濟艙喔 一個普通等級的經濟艙 看著實際飛行距離大概就是6000多里 巴黎來回就有1.2萬里喔 那1.2萬里的話呢就是一趟來回 你如果飛3趟 那是不是就已經有超過3萬里了 那你就直接就可以從綠卡晉升為銀卡了 但是你一年怎麼可能一個人可以飛巴黎飛3次呢 那要如何延續銀卡的匯級呢 非常簡單 你就是必須要在有效的這個兩年之內呢 累積滿4萬的卡級里程 或者是國際航線要飛42段 你才能夠延續這個銀卡的匯級 下一個等級呢是金卡匯級 那怎樣才能夠從銀卡晉升為金卡呢 很簡單 你只要在持有銀卡匯級的這個12個月以內 累積這個卡級里程達5萬里 或者是非國際航線達50次 你就可以晉升上去了 所以它這個門可能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去達到 有點困難這樣子 那一年要累積5萬里的卡級里程 這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這基本上就是從台北飛到紐約 JFK機場 那它的這個飛行距離大概就是77760 這個77760呢 如果你是來回的話呢 大概就是1.5萬里吧 所以你大概就是台北飛美國飛3趟 然後再加上亞洲驅逐 然後再去日本一趟來回 你就可以累積到了 如果你是綠卡會員 你就是飛巴黎三趟 然後呢 你接著再飛美國三趟 然後再加上日本一趟 你就可以晉升到金卡匯級 那怎樣才能夠延續金卡的匯級呢 請你就是在它有效的這兩年之內呢 累積達8萬里的卡級里程 或者是你要飛國際航線 至少要飛80次你才能夠延續 最高等級的是鑽石卡的匯級 那它也是最困難的 首先呢 你就是必須要在金卡匯級的 這個12個月以內呢 要累積達12萬里的卡級里程 或者是你要 飛國際航線100個趟次 你才能夠升上去 這也是非常的困難 然後它的這個鑽石卡的匯級 就是兩年吧 那如果你要持續的延續 這個匯級的效期 你要在這兩年之內 就是再累積20萬里的卡級里程 或者是要飛140個趟次 你的鑽石卡的匯級 才會一直存在 哇這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加速你這個累積的速度呢 當然是有的齁 就是你在買機票的時候呢 買貴一點的機票 因為它不論是這個經濟 豪金還有就是商務艙的部分 它都有三個不同的等級 一個是基本的這個最便宜的票 另外一個呢是經典票 那最貴的呢叫做尊崇票 那你如果要做這個里程升等的話 你得買這個經典或尊崇以上的等級 如果你買的是基本的 基本上它也不讓你升 如果你買的是比較貴的機票 那麼你在累積里程 這個比例的加成上面呢 就會有這個100%到變成125%到最高175%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這個表格 這個是經濟艙的這個基本上它的票價表 如果你買的是最基本的 那麼它的里程累積比例只有50% 比如說你台北非80你買最便宜的票 那你累積的不是6000多里 而是只有一半只有3000多里 那它的這個飛行湯汁不是一湯 它是0.5湯 所以如果你要累積的快的話 請你要買經濟艙裡面的尊崇等級 它是最貴的 然後呢你累積的比例就是100% 然後呢累積的湯汁也是完整的一次 那豪金艙的部分呢 它一樣也是有基本 然後經典跟尊崇的部分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 就是比經濟艙再大一點的一句 大一點的寬 然後呢也有比較多的角度可以去湯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是可以使用這個豪金艙的部分 它會比較舒服一點 但問題來了就是 它的這個尊崇的等級也是最貴的 但它可以累積的比例就是125% 然後呢它的累積湯次呢 也比這個一湯還要再多一點點 就是1.25湯這樣子 那最貴的呢當然就是商務艙的部分 不論是商務艙、櫃外艙、黃錫櫃外艙 它一樣有三個等級 就是基本的 然後呢也有這個經典的 然後還有最貴的尊崇的部分 那我會建議你如果是以目標累積這個匯級的部分來講 那你盡量買的都是買尊崇的等級 是最貴的 它累積的卡吉里程很好 就是1.75倍的部分 它這樣子會比較快一點 那它甚至累積的湯汁也是2 就是你飛一趟台北到巴黎 它就是計算兩次 所以你這樣子累積的速度就會比別人還要再快 但是你就算花錢 聽了這麼多你可能還是不太懂 但是呢我這邊呢有幫大家做了一個舉例 比如說官方它有這個里程計算器 我簡單算給你看 以台北飛巴黎的航線來講呢 這個飛行的里程是6084里 那如果你花錢買的是商務艙最貴的 黃錫貫貫艙的尊崇等級 那麼你是一般綠卡會員 你可以拿到的里程累積是 106470 這個單趟最高有1萬的里程 那麼你來回是不是就有2萬成了 所以如果你是綠卡會員的話 只要飛巴黎來回兩趟 你就可以從綠卡升為銀卡會員 但重點來了 這個價格可能就不便宜了 我幫大家查一下 2025年這個9月10號到9月18號 台北飛巴黎的來回機票 這個尊崇的等級呢 它要收多少錢 趟要15萬來回就是30萬 天啊那你如果是兩趟的話 就要花60萬 用60萬就可以讓你的綠卡 晉升為銀卡 那當然其他的等級的話 你還要再花更多的錢去搭商務艙 而且要買最貴的機票 你才可以收得上去啊 到底值不值得啊 我個人覺得呢 如果你是空中飛人 也就是說你是全世界各地到處跑的這個業務 那你必須要常常搭飛機的話 選一架航空公司 然後有忠誠度的在累積它 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 那你就可以在小時候額外的 比如說啊優先報到優先登機 然後行李優先出來 那你甚至呢就是搭商務艙 也有一些額外的問候啊什麼的 其實這些呢對於你的飛行旅程來講 都可以是井上添花就是有幫助 那甚至像貴賓室也都提供的非常的不錯 你都可以進去裡面先休息 這就是看各區所需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喔 一年怎麼可能出國了個十幾次 那個一年的小資族出國了 大概兩次三次就已經差不多了 那這些航空公司的履程計畫 其實都不適合我們 因為畢竟你要花那麼多錢去搭飛機怎麼可能 那我們來統整一下就是這四個會員等級 他所提供的額外的福利 首先呢就是你在化位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標格 最基本的綠卡會員證 根本是什麼P都沒有 但是你只要晉升為銀卡之後呢 你就可以享有這個專屬的定位服務的專線 然後也有優先後補權啊 然後跟這個預選座位免費的部分 這個呢跟金卡是差不多啦 但如果你是鑽石卡會員的話 當然是什麼都有 然後48小時前呢來進行後補 也都是有機會可以後補上這個 這個你想要的機會喔 這個是他不錯的部分 那再下一個呢就是機場領域的部分 他最主要就是有提供專屬的報告櫃台 那優先後補的機會 或者是優先裝行李跟這個 額外免費託運的額度 還有就是優先登機的部分 這個呢都是金卡會員以上 才可以享有完整的福利 那如果你是銀卡的話呢 可能還是有點不夠力這樣子 那綠卡當然別想就什麼都沒有啊 比較特別的呢就是這個機場 還有賺賓室的部分 如果你本身是銀卡會員的話 就算你搭經濟場 你也可以進去貴賓室裡面休息 那如果你是金卡或者是鑽石卡會員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多帶一至兩位 甚至連小朋友都可以一起進去 所以你也可以在網路上面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呢 就是很好心的要邀請網友一起進去 他使用的呢其實就是金卡或者是鑽石卡會員的福利 可以再多帶一位或是兩位親友進去裡面 然後還有零零種種的優惠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整理的這個表格 像是什麼 升等憑證然後機上免稅品的電子提供券 或者是專屬的行李掛牌 都是鑽石卡會員所專屬享有的 不過呢像是生日搭機贈禮的話呢 就是銀卡會員以上才可以享有的福利啦 如果你是綠卡的話呢 我建議你呢就是使用聯名信用卡 他也可以享有就是生日搭月里程有多50%加碼的部分 像我的話呢大概在2018年的時候 有辦這個長紅航空的極致無限卡 就是國胎史瓦這一張 那我有搭這個去曼谷 曼谷回來的部分 它的確是有這個飛行里程50%的加碼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所以有搭配信用卡的話呢 正確的信用卡 其實搭配下來呢你也是可以賺到額外的獎勵 我們這支影片呢先跟大家聊了一下長紅航空的會籍福利 希望大家聽了這一集節目之後呢 就更能夠了解長紅航空的會員制度 那如果你有喜歡的話呢你也可以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喜歡搭長紅航空的朋友呢 也都可以一起來了解一下這一支的主題啦 那我們會在下一集節目呢繼續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何累積里程跟兌換機票 這個應該是大家最感興趣的 我是寶可夢我們下次再見拜拜